对于国人来说 买车的性价比高不高是最重要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福尔泰 不可能都买得起豪车 那么既价格实惠又性价比高的车子的诞生 就是一个很必然的过程 能够卖出400万台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销量奇迹 因为不是每一款车子都拥有这样的能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识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牌子的车子如此受国人的欢迎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里提到神车 一般人都会想到哈佛宝韵等类型 因为这些车既有强大的性价比又功能强大 会让你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不是这些 而是另一种新进神车 名叫鲁林红光 当听到这个车名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些失望了 因为这款车不光造型老土 而且还没有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对于车子来说有多重要 想必不用说也知道了吧 那么它凭什么能够打败其他的车子 成为销量神话呢 原来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武林的后台很硬 既然后台硬那么在车子的性能上 就会开发的越来越好 车台的样子土气 那么新款的武林红光的样子 还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而且整个设计看上去大方敞亮 车的前大灯也加宽了不少 整体的线条流上看上去车身一体化 不会再出现很突兀的感觉 这些都是它有着明显进步的地方 其次呢 严芳这款车子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价格比较新鸣 让大部分想买车又没嫌买车的人 能够拥有这款车 这款车的优点非常多 比如排量小动力足 变速器为无挡手动 轻松跑步无费力 这都是我们开车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的方面 而这款车子就给了你全部考虑到位了 不得不说它能够受到欢迎 一定是有其特别之处 这款车的评价一直很好 车的品质也很高 不管你是自己开还是用来载货物 都能够让你安心 当然了这款车的硬伤还是有的 就是没有配备安全气囊 因为只有顶级配置的车型才能有 所以这款车的优点很明显 缺点也同样明显 就看你如何选择了